冬天的衣服先别急着收 因为温暖晴朗的好天气即将结束了 中央气象署表示 22号起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 而下午就会开始变天 东半部将转为应有短暂雨的天气 而周五到周末将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气温再下滑 而花冬最低温预计来到16度 提醒周六要参加元宵节的乡亲们 出门要穿着保暖 记得攜带雨具 这几天温暖稳定的好天气要结束了 中央气象署表示 22日周四起封面通过 5号东北季风将增强 水气增加 温度也将下滑 东半部转为应有短暂雨天气形态 预计到元宵节周六 气温人低 体感回到冬天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在22的时候 整个封面大概就会下来了 232425的时候 受到的东北风影响 可能在花莲这边都会受是一个银封面 然后到2627 后面还有一股比较强的下来 所以在2627看起来会 温度会下降更多 然后到228放假的时候 可能温度就会上升 回升回来一点情形 在花莲这一周天气其实都不算太好了 大概就在24的时候 可能就会受到东北风影响 云量水气减少一点点 然后天气可能会好一点点 不过在局部地方还是会受到一些局部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今天开始温度就下降 然后到232425的温度不会降太多 然后到2627的时候 温度可能会降更低 更多一点 然后到16度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228的时候温度才会上升 所以这一周的天气 大概都不是很好的一个天气概况 受东北季风影响 周五至周末两天气温下滑 尽管周六活动水气减少 不过气温人偏低 周六预计要参加元宵节活动的乡亲 出门记得穿着保暖 而下周还有更强的冷空气 提醒民众东医先别急着收 并随时留意身体健康 记者长帮院华女士报导